大连人一胜四负结束第一阶段实力不足保 任务依然艰巨面对残阵出击的上海海港队 大 人队最终还是以零 三败下阵来 赛季前五轮战罢 调其中四场 更加尴尬的是现在唯有的两个进 全部都是由队内的唯一外援 中后卫丹尼尔森 如尽管本赛季降级压力不大 但对于主教练和 来说改造球队的任务依然艰巨 上一轮一球小 天津金门湖取得赛季首胜后 大连人队成绩压 有所缓解 但毕竟击败的是中超公认的若吕天 对 所以似乎不能说明大连人现在的状况有所 生 反而一场胜利更加暴露出大连人队进攻能 孱弱的顾及随着哈姆西克龙东等球员的离开 欢欢成为了球队封线上必须倚重的 打上海海 对之前虽然媒体炒作这支目标冲关的队伍子 缺少了严峻林 王申超 李昂和阿脑托为奇 但大 球迷自己都说 要比残阵 那肯定是大连人队赢 上岗在抽走三国脚 大连人队也没戏 奥斯卡和 依旧够大连人队喝两壶了 实际上 和赛赛钱给 队定下的基调也是 我们希望让对手觉得对阵 们不会很轻松 2018赛季首轮的那个0 扒给了大连人 的球迷不小的心理阴影 张冲和孙国文都是那 惨败的亲历者可是既不如人又能怎样 只能少 当赢 90分钟比赛 大连人队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 动 由于攻防转换打不出速度 又忌惮对方的进 能力不敢前压 这导致了球队攻不出防不住下 场的两个镜头就是全场比赛的浓缩第70分钟 当 连人队进攻时 背身拿球的单欢欢稍作对抗辩 松丢掉控球权 第77分钟 带刀中为丹尼尔森利用 一球强点投球制造大连人队全场最有威胁设 迫使陈薇做出测扑 0、2的比分是公平的 这是大 人队本赛季第三场零进球的比赛也是前五轮 霸输掉的第四场 最近五次面对上海海港队时 样式吞下第四败且只有一个进球 结果还是外 穆谢奎 贡献球队不是不拼 不是不努力 但大步 体能和精力都没能用对地方 而这恰恰正是能 不足的体现 对于大连人队来说 第一阶段的五 比赛已经结束 球队将会获得五周半时间的休 主教练和赛和年轻的大连人队来说也是一次 我提升的机会有球迷在网上爆料称外援博阿 一次回到中国 无论消息是否准确都可以看出 现在的大连人队急需外援的助阵好在联赛慢 大连人队还有机会看看苏州市体育中心看台 热情的大连人队球迷 和赛和他年轻的队伍没 由放弃抓好细节继续前进 卓傲有责任编辑